2023年 熊比牛大 角度追悅 追到是暗淡而悅 所以這個量會再說 這個確定 價款跌滿氣弱 2023年的市場就是 等價等量等滿氣 等這個價來下個下來 等這個量出來 等滿氣熱 第二季價格才會有鬆動 鬆動不代表說它會讓價 到第三季的時候才有可能會動 方向正確的話 大概第四季才有可能跌 跌的話就當環區 頂多修正在10%以內 比較通俗的市場上講說 只是零頭而已 它也不可能說今天讓房價 可以調個10% 20%給你 這個機會不大的 那也許這個就是一個 緩跌的格局的市場 所以它會慢慢 房價會慢慢修正下來 超長區喔 超長區喔 我這區的廠商區裡面 閉著眼睛都是要10%的 你不用到第三季就會看到了啦 我們這個基本觀念是一個 替代空間的觀念嘛 當價格樣說 效用高的優先被選擇 效用一樣說 價格低的優先被選擇 清浦也好 反正這個地方就是 陸越最一邊淒涼 怎麼會到六七十萬了 瘋啦 清浦賣的價錢我可以買到一文特區 你看那個哪靠嘛 一個大樓還在開五十幾萬 兩錢叫做跨勁啦 三個都在割在等 四個叫大一大條啦 我自用起來講這個升級的棒嘛 對自己要買環境產的人 只要價格合理的話 能夠覺得比較舒服的口袋錢購的話 是可以考慮去買的 但是不意味著這個市場裡面 下半年就會有量出來 你價格不降的話 量就不會出來 所以我想這個是 在今年下半年 比較觀察的重要指標 假設量不再出來的話 價格是不太容易看到跌 這個情況可能會 拖到一整年都有可能 中文字幕提供